北京时间8月10日,距离新赛季NBA开幕,相比于昨天又近了一日,眼瞅着各路豪强,经过了一夏天的运作补强阵容,如今已经逐渐进入到磨合阶段, 包括詹姆斯和胡仁的天赋帮也开始一起训练了,勇士那边包括库里、杜兰特等人度假的间隙也不忘记去健身房加练,猛龙那边拿到了伦纳德,想必新赛季是无论如何,都想证明自己一波,凯尔特人、欧文和海沃德也都恢复得差不多了,加上球队经过了一个赛季磨练的一群小妖,新赛季续是呆发,而火箭,走了阿里扎,走了 巴默特,来了恩尼斯,安东尼继续不知道何时才能官宣,这些都先抛一边,至少炮歌和卡片是留住了,根基还在,这就是好的,而就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,每最大的媒体数据,网站更新,了新赛季球员的薪资数据,实话实说,小编从头到尾履一遍这份榜单, 着实看的是有点意外,先给那一小部分英文,不是太好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个词Garantied通俗的奖,就是球员能够拿到的薪水,也就是保障合同,榜单前十一都已经过了三千万,库里的3746万, 保罗的3565万,老汉的3565万,微少的3535万,格比芬的3187万,海博德的3121万,洛瑞的3100万,炮胶的3056万,康里的3052万,哈登的3043万,杜兰特的3000万,忽然发现哈,登挺便宜的呀,是不是我飘了,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,觉得哈登挺便宜的呀。 当然,销编的工资和他们差不多,只不过少了后面的万美元的后缀,这份榜单前十一可能最大的槽点,就是格里芬的3187万,实话实说,格里芬有能力,但作为和库里的同年级生,7点比库里高,外界的期待只比当初的库里更大,从快传到活塞,达出了3100万美元的价值了吗? 不客气的来说,可能没有,赞不差钱,还供养着前女友和两个小孩,每个月付十几万的赡养费,不差钱,洒洒水。 当然,第二个槽点来自于洛瑞,猛龙也是憋屈,当初除了自己当家核心得罗赞,剩下的是招谁谁不来,无奈之下给了洛瑞一份三年九千万美刀的合同,现在,打掉了牙网肚子的夜吧。 杜兰特,由于是一加一的合同,所以保障薪水,就是三千万美元,粗略地说完了3000家俱乐部,再说说中游的这些超巨,米神,波特,包括维金斯,这都属于低价合同,但没办法。 有的球队和猛龙情况类似,招谁谁不来,只能高薪悬赏,有的是荡城球队未来支柱培养,自己不争气,这些都还好,毕竟有些场次关键时刻,环独能给球队贡献力量,但排在第16位的波时,远离了赛场两年半后的今年,依然在拿着薪水,开个小玩笑,人在家中做,工资偏上来。 当然,波时被查处体内有血明快,无法继续被热火出场,是一件让人可惜的事情,虽然热火执行了买断条款,但工资还是要付的,今年是波时合同的最后一年,2684万美元,按照NBA有关规定,波时的薪水,热火只需要拿20%,剩下的80%由保险公司来支付,热火并没有亏太多钱, 在波时这里,当然,这份榜单里包括伦纳德、欧文等人受限,与早年签订的小合同,没有上榜,但丝毫不能以薪资,掩盖他们的能力和作用,同样,这份榜单也都是税前工资,如果比税后的话,保罗可以立压库里登顶第一,大家看看就好,茶余饭后一消遣,咱们就静静地期待着NBA大漠的重新开启吧。 最后,要重新开启吧。 所以,此刻,要重新开启吧。 逢新开启吧。 新开启吧。 原本agen,请大家请点赞isiert。